好民间传统故事虎姑婆也能带来反汇选、反毒品、反霸凌三项主题吗? 为了传承台湾重要的文化资产 乔断法人东海岸文教基金会 吸手国内知名剧团西田社传统剧场 举办了第七届东海岸布袋戏巴士校园的巡演 结合了反汇选、反毒品、反霸凌等社会议题 让台下欣赏布偶戏的国小生反应热络 为了传承台湾重要的文化资产 乔断法人东海岸文教基金会 与合作多年的国内知名剧团西田社传统剧场 吸手合作 举办第七届东海岸布袋戏巴士校园巡演活动 31日上午和下午 分别来到花莲市明年国小、筑强国小 将新编的虎姑婆剧本 结合传统故事与现金社会反汇选、反毒品、反霸凌主题 巧妙融入情节 让台下小朋友目不转睛 这次的校园巡回演出 是由我们法务部调查局花莲地检署这边 他们去年就跟我们合作 大家对效果非常满意 所以今年我们再次得到地检署的支持 还有包括我们花莲县政府的支持 一起到校园里面来宣扬 反汇选、反霸凌、反毒品三项主题 那我们把它融合在小朋友都熟知的虎姑婆剧情里面 那透过这个剧情里面把三项主题加进来 那小朋友在布袋系的这个欢乐的这个演出当中 那无形中把这个概念放到他们的这个概念里面去 那希望他们回去影响爸爸妈妈、阿公阿嬷 可以知道这个反汇选、反霸凌、反毒品的这个概念 那也影响他们自己还有比较正向的这个发展 这次校园巡演活动 分别在中华道商棉林筑墙家里国小以及平和国中接力演出 以台湾经典民间故事为基础 结合社会议题 让小朋友亲身超偶 也透过有讲争达 在欣赏传统艺术时 潜移默化良好价值观 从小培养学生接触社会议题的机会 让传统布袋系文化传承同时 激发下一代对艺术和正确价值观的茁壮成长 记者长方艳华临时报导